大家好,我是飛鴻 今天是4月9日,星期五 星期日11日又跑馬 11場的草地賽事 你沒聽錯,這次跑了11場 因為今季第一次新馬賽 為什麼先開這個版面呢? 我想先說場地 因為這次最特別的地方 全草地之餘,幾乎全部都在短途 因為多達有3場的1000米 2場是1200米,然後5場是1400 即是已經10場了 只剩下另外1場是1800 所以這麼多場中短途 所以場地偏差更加關鍵 尤其是1200至1400米 今次用沙田絲籃 其實今季上一次用田絲 就是3月7號 那天其實之前的天氣和今天有少許相似 就是濕生納納 不是真的怎麼下雨 不過是潮濕到鼻 那天的草地賽事相對公平 其實呢 不過那天都幾日 因為場地都偏慢 但因為那次只跑了6場的轉彎賽事 所以你說差距性 你不夠急 這一天大得那麼緊 但是再上一次就是2月6號 然後再上一次就是1月10號 都是來貼欄的 所以呢 我覺得如果不是地慢的話 貼欄馬是會好些的 但是因為地慢呢 變得比較有利追趕的馬 所以呢 結合回這次來說 我也覺得應該要看回那些 最好有難 但是追也不怕 因為預期未來的一兩天 都不會怎麼出太陽 應該天氣都大致是這樣 所以這次我 接著就先講完跟進馬 希望大家現在都會看我的影片 會覺得這算是我的特色 都會期望我快點講一下 那種 或者不快也好 起碼記得要講 這次的跟進馬呢 我就會選 不是我選 是之前選了第三場 美滿將來 就是2月17號 功夫茶 3月7號 跟著就 還有3月28號 其實我以為他那一場是我的班 但是他那一場也夠跑4班 所以我就唯有先放下去 其實那一場可以說是不算數 跟著就 第九場武朗球 3月28號 11場 旗子輝王 3月21號 還有10場 天生一隊 都是3月21號 上述這五隻馬 就全部沒有格沙 就是我練完跟進馬 就跑了 這場 但是呢 我全部沒有放在這次的貼士 為什麼呢 因為全部都有他自己的問題 那譬如 功夫茶 沒有轉路程落班 但是大外檔 然後美滿將來 我以為他有菊草 轉了過來沙田千四 波浪球這次同場有隻 有隻叫做速遞騎兵 然後呢 天生一隊有排大外檔 還有 旗子輝王這次又縮呈 在千四 還有 對手都幾惡 總之各有各的問題 還有很多都是大外檔 所以我就沒有練到做貼士 那你見到我這場開了出來 就是首先說第六場 四班千四 我選了一個馬呢 就是萬史之光 那呢 就 萬史之光這隻馬呢 其實我前一波 就已經留意的了 開始 因為我看到換了巴道 那四二三這場 就是債子 那這場我們都會看的 那 但是首先呢 就看回上場 他轉了過去跑三年千六 那 走位你見到是二二八 他原本之前的波浪是留後的 然後增情外檔 然後自己刮力藥 就是拿了一個 書兩個多 不是太差的 不過這次呢 他又縮回來千四 那就是為什麼 我覺得呢 他這個部署都叫滿套物圈 那有幾滿套物圈呢 那首先看回這場四二三先 四二三呢 萬史之光 跑第五的 那當時他叫半冷 十倍 那是一圈 你看回怎麼跑 那當時呢 都是巴道騎的 和今場一樣的 那一起步呢 他起步不慢的 外面10號 紅衣服的 騰飛塔普建塞二 那可是呢 因為他排中外檔 所以就 慢慢拖下去 等其他馬過 所以呢 他又變了 他應該是寬朗一生 然後他前面就是這場的頭馬忽雷 他也是走三疊的 所以這一天的三疊是OK的 因為這是A難 前面放頭有勁力十足 然後拍著他就是新威靈 然後外面是極爽 總之現在就是萬事之光 這裡是關鍵 就是他文化的位置 因為你留意著前面忽雷 就是這場頭馬 只是打9號 後面呢 在萬事之光後面就是關世街 關世街就跑第二 關世街現在六半位就踩油 但是一隻很被動 總之這隻萬事之光在六半位的時候 他又故意抓住馬 又不讓他走出去 結果被關世街掩蓋了位置 掩蓋了位置就怎麼辦 巴道決定沒什麼怎麼辦 就不是等人先走 然後再慢慢繞出去 騎下去呢 這幾邊好一點 這兩邊是最好的 然後呢 力度明顯是輕了 然後呢 外面的美之妙一路殺上來 就壓進去 結果呢 萬事之光就騎不了 所以就只有第五 就這樣就跑完了 那你看看最後時間吧 萬事之光其實23.33 頭馬忽雷 就是大家在他前面一直走 23秒二陣 外面掩蓋得更厲害的 就是關世街 都是23秒18 那這個相對來 他都 萬事之光 只是在晚關世街 一線半 那所以呢 就是你看他好像有點氣氣 然後呢 又被人壓著來衝 又不是真的 好像不是怎麼認真 那你看一下巴道怎麼被人問話 其實不是很清楚 其實多數問話都是這樣的 就是這段 那 就說他打算在忽雷 打算轉彎那邊踩偶 兜過忽雷 那你看到他是OK的 因為他都特意拉出一點點 那這個OK啊 明白啊 但是呢 移出那個人 誰知道忽雷的加速力 就比他快 那他的馬就不太動 那所以呢 就 他一想踩偶的時候 就原本在他後面的關世街 就先兜過他 就踩了出來 那結果呢 就 未能在關世街 拿到他的位置之前呢 就推進去忽雷的外側 那簡單來說 就是被人吃了個位了 然後呢 就說 所以他就選擇留在忽雷後面跑 總之我也不知道在說什麼 就是他被人吃了個位 然後400米 就被人往空 那300米才移出往空 那所以呢 小祖就說他的解釋會被記錄在刊 那就是下了他的寶 那現在不查出來的解釋 就說他在適當的情況下 要確保他的騎化能力佔取更有利的位置 就是說呢 小祖覺得他的位置很沒力了 搞到自己 就是無緣無故 原本應該可以壓住忽雷來加速的嘛 誰知道呢 就變成了被一隻觀神壓回自己 轉頭 他已經兜過了這兩隻馬 外面才可以加速 對啦 那結果呢 就沒有壓住他特意 總之呢 他報了第五場 但是他那一場呢 就怕著日行運精選一起放 那他增情去跟前往空 那直努力要輸兩個來馬 位也不是太差的 他也跟這個外面掩蓋的影疾都一起到 那都是輸給馬爾代夫少少的 那馬爾代夫已經保重了 所以呢 我覺得這隻馬爾已經絕對夠水準 那他這次縮回到1400 你見到他排花了三檔 你剛才看他的前速 起步的下 其實他不需要留那麼厚 我期望他呢 因為他內側那兩隻馬爾 都有少少難估計 六色用盡和打字趁熱 這兩隻馬爾是時快時慢的 那當然我就不希望他三檔三碟 就是他最糟糕的情況 那他走二碟其實已經OK 我只守著五六位 那這場馬呢 現在是拆局 這場馬的對手都頗水平的 那有什麼馬呢 預計二呢 就是潘頓雷神的 一隻六色用盡 一隻合約精神 兩隻馬爾都沒有贏過 尤其是六色用盡 他根本沒有太田前四的背景 那他下班尼 你說他是不是搏 那雷神我不會說他不搏 但是馬爾本身真的不厲害 然後合約精神 也是原本菊草起家 那他上次第一次把三田前四 拿到第四 就是連play都沒有啦 就是在三田前四 那其他馬又怎樣 什麼星龍帝國 你也是憧憬他 由荷良轉到葉左行 那其他呢 大坑大一堆 其實都是五班頭馬來的 有三隻 紅尊勇士 金貴叫升了 這次是四班菊草頭馬 那但是呢 紅尊勇士就 上場就不放而牛 就輸了 然後又轉回沙田 那又不知道他這次放令追了 那 那 然後呢 打鐵陳熱和三下勝 上都是五班頭馬 那 那 那 我本身其實都可以打鐵陳熱的 但是呢 就 因爲 因為 那 因為 今天拆了 這個四班千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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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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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有些分頭可以保持到,因為他之前也有雙位數賠率 接著就去到下場,就是第11場 開始講這個之前,我都有一點問題給大家 因為我個人來說,選擇長次這方面,我知道我是比較弱的 其實尾場多數是比較高的賽事,對我來說是比較有把握 如果我開一個,我可能不講三場,專攻尾兩場 例如尾一場或尾兩場的題目,大家覺得好不好 我集中講,無論他跑什麼都好,我都是講尾一兩場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好了,開始吧,我選擇的馬明顯是非凡才子 已經封面那張相片是他 非凡才子一向是我很喜歡的馬 他如果不傷的話,我覺得他的實力是可以跑級制賽 當然不是馬王那些,但叫他參與一下 你見這場馬應該是和最亂飛的那種,因為有很多四歲明星 譬如銀池,其次輝煌,順勢贏 跟著,聚財,潘頓其實怎樣都惹些飛 所以表面上我覺得是一場混戰 但細看來我覺得非凡才子是頗突出的 首先講一下他,為什麼呢 你見他今季就集中了1400、1400、1400 其實因為他之前流過鼻血,轉過苗禮德那裡 但一場都沒有跑過 然後就回到熔天鵬那裡,初逃了一輪歲月 結果到今季就專注跑2400、1400、1400 其實1400的成績明顯是好 因為這隻馬都頗重厚的,所以他跑短是好過跑長的 還有因為他馬豬的背景關係,這位陳先生就是 那些內地的大馬,即是叫牧場,即是搞辱馬事業的人 所以心頭都很高的,經常都想跑級制賽 結果就次都輸了,上次龍舟是跑G1 即是那場雷環,紀元背,夏威夷贏那場 但那場其實他跑得不失禮 那你見這場就是那個拉斯時間來的 夏威夷就做21秒84,他很厲害 幸福少龍比他更厲害,21.73 但飛環才智一樣是流後追,他爆了一段22秒2 其實不差的,起碼快過有你共賞 快過勝得精彩 因為他,即是後上馬來講 那是比高達英馬差的 那當然,高達英馬就贏了2級賽 那所以我覺得飛環才智呢 他現在一定不是掉落的 即是他起碼還在高峰上的 他的失力 那你看看他今季,我很喜歡他335這場 因為這場贏了的對手是 就是標誌未來和喜豐寶 那麼,標誌未來,千四 即是舉合式的射程 喜豐寶,大哥,原本是名聲來的 打給英國,他不是團卻的話 那麼,飛環才智可以贏了他兩隻馬 那我現在看,就是看308那場 那麼,就因為這場馬 一來他是周俊樂騎 那麼,二來呢 我想用極速王做團把尺 那麼,因為極速王本身季初 他是一隻可以同高達英馬 和顯針星在千四 鬥馬一塊的馬來的 即是,我覺得他是二班千四 即是,你當是位小寶那種 即是千二的位小寶 即是,他是一個把關來的 你跑贏我呢,你就有資格向上挑戰 你跑輸給我呢,你就二班 你都未必贏到那種 很可惜,他現在傷了我的馬 我也很喜歡這隻馬 那麼,就看看這場馬 飛環才智呢,就二檔起步 但是,他真是麻煩底的 二號橙三白毛那隻 因為內側那隻銅龍光賽 王俊就死都不放過他 不停頂他 結果周俊樂呢,這裡有點尷尬 因為他前面,他不想跟那麼快 因為前面有點快 很好學習啊,美麗那幾隻 對於他前面 那現在呢,銅龍光賽一直懶著他內側的 懶著這隻飛環才智的內側 但是問題呢,最慘的 因為現在前面呢,貼了那隻 是極速王來的 2號 對不起,3號 然後呢,極速王外面就是那隻 常常精彩,完全不可以 那隻 頂了出去三疊,紅眼罩開了 就開了一件好玩 但是現在這個問題呢 就是這隻常常精彩退了 搞到這隻飛環才智呢 這裡有些搶口 因為他前面移動 他又頂他下去 就是蹲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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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馬,流得不太順 結果呢 現在終於可以避開一隻 等一隻開心好玩走 他可以兜出去 結果呢 就兜了大彎 那呢 兜完大彎之後呢 因為這一天呢 就 不理會這樣兜 但是這隻馬實力強啊 直路都照標了 在他旁邊拍著一極速畫一起抖 那 前面贏呢 就是美瑞笑容 這個 他的制宇就是完美的 那這隻飛環才智呢 最後追上來 就輸大半個馬位給他 那我覺得呢 就表現是OK的 絕對 這隻飛環才智 那因為呢 他最重要是輸的位置 就是比了常連精彩在左上 那裡 那這次呢 周俊樂吸收了這次教訓 那 我相信他起碼知道這隻馬是容易急口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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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再騎 那 還有呢 剛才說到心頭高這件事呢 那因為這隻飛環才智呢 上個星期他也壯士斷備 因為他原本報了這個二級賽 就是高大彎贏那一場 那他都偽然放棄了 退出了沒有跑 因為那場戲蠻吸引的嘛 說真的 就算有回嘉應之星和他也只有七隻馬 你跑了第三 那你也不得了啦 那 但是呢 他最後都放棄了 那我相信呢 是 容天鵬說服了阿馬主 那你剛才說他跑了先試好一點 而且他真的沒有九級制裁實力 那你盡量贏得一場 那一場 那 而且你跑了上個星期 就是會miss這場 那這場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 那看回同場的對手 那首先 這裏不會有極速王 不會有標尖未來的那一種馬 都不起風暴那一隊 那 那 那 因為呢 你講真的 你銀池硬有星未 都只有一隻三萬千四頭馬 三萬千四頭馬 那 那他又不是怎樣 還有他要放頭的 那我相信這場馬是夠補足的 因為銀池很好學習 其實有很好學習的場合 就已經是會有補足的了 因為這隻馬是重厚的 而且呢 這場馬都有不少是千二走出來的馬 那你分分鐘呢 什麼聚財啊 聚財也算是千四專家 但是英之星 大金庫 經紀公司 跟著 順勢贏 其實也是的 不過他上次已經贏了三千四 那我當他不是 所以 連起街龍我心目中也是的 還有 手道回來 那你隨便一隻走出去一齊走的話 那實快 那 所以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 競爭對手 那 那 騎智輝王 我本身都喜歡這隻馬 但是他排了中外檔 那又縮回來千四 那 但我不敢少看他 不過兩隻青龍 我覺得飛雲才師 我也是喜歡一點 就是這一刻 然後就順勢贏 又十二檔 那 那 那 他現在的十二檔 我覺得他有些知道必勝 就是在外面鬥那些 那 那 所以呢 我也是 選了飛雲才子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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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推介,剛才說了六場八,萬事之光,十一場一,非凡才子 另外一隻未說就是十場十,幸運傳奇 其實十場原本有隻跟進的天沙一隊,不過那一場完全沒有馬走,只有幸運傳奇一隻 上場其實也有一隻,就是善傳萬里,因為又是外擋局主,應該會怕他的 但因為形勢跟上次不同,上次就因為有幾隻勇翠的內側 這次又好少少,即是少些馬塞住內側,我想幸運傳奇,只要起步爽一點 因為這隻馬其實閹完上次跑第二部,我覺得應該會更長的進步 這次第三部,希望他可以單騎領方,自己做個順一點的捕捉出來 應該可以補回上次的仇 好了,今天講到這裡,多謝大家的支持 最後忘記呼籲了,未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給我一個鼓勵,支持我,因為其實我也想快點達到一萬大關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里程碑,最近我出片多了,又做了Live 偶然都幾累下的,真的 大家的訂閱都是我的動力,還有每條影片點讚,留言分享 當然你對我會有幫助 另外,大家如果覺得我的影片很有價值,即是幫到手 有一定的價值的話,可以課金支持我的 黃底黑市就是我的轉數快一點,8021602 然後下面紅色就是PayMe的QR Code 藍色就是PayPal的QR Code 其實加了一個PayPal是因為以前之前有朋友說在海外 說用不到上面那兩樣 所以今天講到這裡,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次看看,今次看看會不會開到Live 因為日碼反而我的時間是比較卡 因為還要跑得那麼密的日碼 好了,先看看,我也是老規矩 開到的話,我會早幾個小時 這樣就開定那個頻道 那所以呢,記得訂閱我的頻道之外,按一下小鈴鐺 那我出那個預告帖,你就會收到 那就不錯了 好了,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拜拜